档案管理员NEMO的网络功能介绍 这个单元要为各位介绍的是Linux Meet的档案管理员 NEMO它有附带一些网络功能 我们从下方的面板点选档案这个icon 左侧栏你可以看到一些常用的加目录录这些资料夹的捷径之外 你可以看到最下方有个网络 那这个网络有出现一个网络 我们就直接先点选 假设你的网段内有类似网络方理的电脑提供档案存取的功能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这些电脑 那这一台是一台NAS伺服器提供的一些上把服务 我们点选两下 那进来之后有一些资料夹是无法存取的 例如这个是要透过行政人员账号才能够存取的 那这个open是开放的 我们点选这个open 好进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像在自己的印点这边一样存取自己的资料夹 好 例如呢 我可以把这个打开 好 或者按右键复制 好 到我的文件夹里面贴上 好 那连上之后呢 这边的网络呢就多了一个捷径 有关于这个 这个开放的资料夹open的捷径 好 那这个是类似网络方理的功能 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些档案这边 点选 连接伺服器 它还提供好几种网络协定的功能 我们看一下SSH这部分 好 那您必须先知道对方主机的IP 好 我以这个为例 那这是另外一台 一样是NTPC ISO档安装的电脑 我们连线 好 你可以看到进去之后呢 就像在操作自己的电脑一样 如果说你要复制 好 那这边图片呢 你也可以把它复制下来 我用按Ctrl-C 然后到图片这边 好 贴上 好 一样好 连上之后呢 这边就会多了个捷径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边点选一下 好 可以看到SFTP 利用SSH连线的捷径 那我们再试一个 好 公共FTP 好 那如果说你有一个FTP伺服器 是不用账号面码的话 你可以选择这一个 好 那这边呢我用另外一个方法测试 好 FTP 必须要用账号密码的 好 一样的你必须先知道IP 好 一样连线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对方电脑的一些资料 好 从根目录开始看 但是呢不见得都能够存取 好 要看你的账号 赋予的权限有多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个Media 好 这边也有些图片可以存取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还有个Backup 好 ISO 档 那这边呢 因为档案500多面 我们来试试看来做个复制 好 贴到 我放在下载这边好了 好 这边这有点多 我们来放到比较少的文件 好 贴上 好 那如果同一个网段的话呢 其实这个复制的时间是非常短的 好 速度非常快 好 一样的你连线之后呢 这边就多了个捷径 好 我们看一下这边捷径 好 跑出来这是FTP 好 那这是有关于Nemo呢 一些常用的网络协定 可以存取档案的功能介绍 好 包括了 好 我们网络方林的模式 还有呢 这边可以连接伺服器 还有SSH还有FTP FTP公共的 那分享的就是我们网络方林 好 那另外两种我们就先不做介绍了 好 那各位可以试试看看 在你的网段内有没有这些伺服器 你可以做一下测试 那在这个单元就为各位介绍 Nemo的网络功能到这边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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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